大家好我是安崔 我們今天要去水門市場附近 那我們第一站要先去四面佛 四面佛是在BTS去東站 出來往Central World方向走 那稍微走個幾分鐘就會坑到四面佛了 有啦看到了 那因為今天是元代1月1號 所以他們很多人都來參拜 那這邊的人呢 就是比平常還要再多了一點點 我之前平日來的時候就已經差不多是這麼多人了 就少一點點而已啦 所以這邊一直都是很多人的狀態 那大家拜完四面佛呢 就可以直接走去水門市場了 那那個方向就是在麵佛的正門口的斑馬線 一直往前走就會看到 大家可以看得到大大的Big C的招牌 就是往那邊走就對了 那大家經過Big C之後呢 可以往他樓上走 因為他在樓上會有一個天橋 天橋可以直接通到對面然後直接走 就可以走到水門市場裡面了 你就不用在上面曬太陽幹嘛的 但因為我們現在要先去吃水門的海南雞飯 那我們就先不過天橋 我們今天11月來這邊吃的時候 裡面是超熱的狀態 然後現在有多加一台移動式的雞 所以比較沒有那麼熱 之前來吃都很像三威暖一樣 所以如果大家被安排到 可以坐在戶外的話就會比較點快 那我們剛剛是點了一個海南雞飯 跟一個Soaping 它有它的泰奶 啊 馬上來喝喝它的泰奶 怎麼樣 它的茶香比較沒有紅 不要我的泰奶那麼重 稍微偏甜一點 比較類似Saven那種泰奶 我們的飯終於來了 因為人有點多所以等了一段時間 它有附一個醬油跟它沾海南雞飯的醬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雙拼飯 那這一盤呢是50塊 還有附一碗雞湯 我現在來吃雞肉 附一碗 它的雞肉其實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就是一般的水煮雞肉 所以你一定要沾一點醬吃吃看 配上那個醬就比較好吃 因為我覺得海南雞飯的精華 就是在它的裡面 它米又香然後又有雞有的香味 好棒 來吃吃看這個炸的 它只有3塊有點少 我覺得炸的就比較普通 因為它的皮沒有很酥脆 吃起來感覺蠻油的 那對今天大家吃海南雞飯就飛了 好那我們剛剛吃完海南雞飯了 對面就是我們今天的戰區水門市場 我現在就要開始Shopping了 我想要買一些洋裝跟皮包 之前來這邊的時候買的超多的話 但是回去根本就沒有帶 所以這次要克制一下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逛了唷 那它最樓上這邊呢 除了有吃的之外 也有化妝品可以買 大家可以來這邊買Misting的 粉餅啊 眼線液啊 眉筆啊 等等的 這邊買會比較便宜喔 那我買這一盒 粉餅是200塊 眼線液是150塊 然後它的五樓呢 就是女生會失心風的飾品區了 這邊的耳環啊 幾乎都是便宜又可愛 像這一個就是一個20塊 6個100 但人家挑6個啊 啊好好好可愛喔 可是通常這些都比較浮誇 所以買回去會比較難日常去帶 那大家在買之前 還是要想一下再買 不然就會跟我一樣 買回去都沒有帶 這次喔1月1號來 真的很多店都沒有開 二樓電梯一上來 就可以看到賣很多花花洋裝啊 跟一些罩山的店 那基本上就是從200到300塊的價格 算可以接受的 那大家一上來二樓呢 就可以看到一家很大的耳環店 我之前就是在這邊買 那這個阿姨它以前是在小的店面 然後現在賣賣賣賣賣到變大些的 像我之前就買麥當勞啊 荷包蛋還有這些補夢王的耳環 像我回去都沒有帶 但是我覺得真的超好帥 一個20塊而已 而且它這邊的耳環都比較有特色 像這個罐頭啊海泥根啊 Pokey啊 真的超可愛的 啊好想要買Pokey喔 啊這個還亮耶 啊我之前也有買那個 真的也超可愛的 這家店真的超推 超推大家來逛 那這間536M也是非常好逛 它有很多很多很泰式的度假洋裝 這樣推薦給大家 十二樓的508B 這一間呢是比較賣一些素色的洋裝 比較沒有像那種超寶感那麼重 我在這裡買了一件素色的衛生褲 這家品質還滿不錯的耶 對得起它的價格 還滿推薦大家可以來的喔 十二樓的508B Dodo You 我們剛剛逛完BIG 不是 我們剛剛逛完水門市場了 然後呢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東西貴了很多 我去年來的時候沒有那麼貴 應該說基本上每一件衣服 最少都要 250以上到350以上 才會有比較好看的款式 這邊適不適合買衣服呢 我覺得就見仁見智啦 因為我其實看到蠻多淘寶貨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喜歡的衣服 要注意一下牌子 很大的機率是淘寶貨 那我最推薦大家去逛的就是Dodo You 它的衣服材質比較好 而且一件才兩百塊 而且連身褲才兩百 太足了 蠻值得買的 那我們現在呢要去 吃炭烤吃到飽 也不算炭烤 燒烤吃到飽 我們現在就要搭BTS去 那一家店吃飯 我們現在呢 走了大概五六分鐘吧 就到了這間BEST BEEF 然後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吃燒烤的地方 最新鮮的咖 residue 再おお這兩百塊 退祭